我们再来看就是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部分要实作 那我们先从第1个画面开始 那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 我其实都不会超过 我们前面所讲的 所以你如果前面的部分 回去有在做练习 然后呢也算熟练的话 应该 可以 很顺利的做出来没有问题 只是说 熟练度的关系 有些同学做得快有些同学做得慢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呢 我们 按部就班来看 反正就是分成 123 第一步的话就是 在我们的那个 第一个主 画面里面的话 有几个 会用到的 那你就把它宣告 所以呢会用到的部分的话 包含 因为刚刚画面是黑的 那我把它改成白的 跟大家的比较接近 OK 那画面上面会用到一定是 性别嘛 性别的话 RadialButton有两个 男跟女 那我们用那个 Is Check 有没有打勾啦 有没有 Check 有没有被 算是什么 被点击 或者被选取 然后来判断 然后另外的话有两个 RadialButton 所以RB1 RB2 另外有个Button 我叫 B1 好了 然后另外两个 Edit叫做 ET 一个是height 一个是wait OK两个 再来的话呢 连结 也会有五个嘛 所以这个我想 照之前的那个逻辑 应该都做得出来吧 而且你画面上有的你就看一下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第一步 就是我们的主程式的部分 会有两个动作 宣告 跟连结 那第二个就是事件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输入1点 比如说我这边1点56 然后 是女生好了 女生然后他的体重的话 是 50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按下 当这个事件被执行的话 就是计算按下去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要去 换到下一个页面 换到下一个页面 并且怎么样呢 把 我们的画面上的三个资料 带到下个页面去 所以你就要脑袋里面就要思考 第一个 要怎么见事件 我想见事件没问题嘛 set onclicklistener 对不对 后面new一个button onclicklistener 对不对 然后实做这个onclick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先取得什么 画面上面三个资料 那三个资料的话呢 要怎么取得 可以 建三个变数 然后呢 特别注意 我要传过去的话 第一个要先呼叫早上讲的 Intent 对不对 Intent就是 这个 class 切到 下一个class 用什么 用那个 setclass的方法 把 这个页面 切到下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 我要 要传三个东西 那这个部分是没讲到的 不过我早上有提示就是 如果你要带资料的话 一定会用到一个叫bundle的 类别 那怎么bundle